由非盈利亲子机构压压原地主办的 2016亲子同乐日及家庭教育展 将于10月9日在亚凯迪亚社区中心举办 此次儿童博览会将会以华裔家庭为主 及教育、育儿资讯和示范教学与议题 并有资深亲子教育专家出席座谈会 这是华裔社区最大型的儿童博览会 我们每一年的主题都是希望 让亲子关系得到更好的发展 让家长和小朋友之间可以增强沟通 和对社区和这个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 据了解 此次不仅有现场活动 更有新媒体Asian Media 以及iTalk BB等知名企业支持赞助 当我们iTalkB做的这种家庭服务 比如我们的电视服务 就我想让大家一起围绕在一起周末 一起看个电视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活动不仅是儿童的嘉年华 更是华裔社区的教育展 不但可以为道场家长们了解更多教育资讯 更可以让子女在游戏和互动中学习新事物 培养亲子之间亲密关系和情感 Asian Media在亚凯迪亚的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